李子佳有望在苏迪曼碑拿下龙王安赛龙 你相信吗 大马将在2023年苏迪曼碑世界羽球团体赛 八强中对垒丹麦 大马除了混双之外 都派出对内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和组合应战 而丹麦则在女双点阵 其余项目也派出对内最强的选手应战 而最受瞩目的 当然是李子佳对战安赛龙 随着马来西亚队在西组中连错两个竞敌 印度和台湾 以全胜的战绩成为盟主 防守挺进八强 与A主的副盟丹麦展开对决 让国民期待大马与球队能顺利进举半决赛 以最平2009和2021年的历史最佳击 在这一战对决中 最受瞩目的就是第二场丹达 世界排名第八的大马一个李子佳 将对垒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安赛龙 两人有过七次对决 安赛龙以五胜领先 并且在双方近两次交手都拿下胜利 为了应对八强的对决 丹麦在最后两轮 对立埃及和中国的小组赛 并位在南丹 女丹和混双中排出队内最强的球员 这也意味着安赛龙 女丹Mia Beachfeld 和混双组合Mathias Christensen和Alexandra Boger 自在首轮上阵后 休息了四天才再次比赛 因此相比起大马 丹麦在三个项目是以一代劳 占有体能优势的 虽然子佳和安赛龙的交手记录中处于下风 但他在此赛事回涌 摆脱了在去年10月份至今年2月份 近半年的低迷状态 除了在首轮战胜世界排名300以外的对手 他在接下来两场击败印度名将Kidambi 还有世界排名第五的台湾一个周天成 让人看好他还是有机会战胜安赛龙的 况且安赛龙最近状态不佳 他在三月中的全资只不吃圈 之后还在三月的瑞士超级300赛中 半决赛不敌周天成 而在苏迪曼A组首轮 在是苦战三局才惊险击败新加坡的前世纪冠军 诺健佑 大马在第一场混双拍出对面世界排名第三高 也就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二的年轻组合 陈唐杰和杜依卫 他们将对累世界排名第十八的 Christensen和Boger 这是两个组合的第一次交手 要练组的这个决定还是颇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大马世界排名最高 也就是世界排名第八的吴顺伐和Sivon 在今年一月份的印尼超级500赛的首圈 也才刚击败这一组丹麦组合 不过年轻的结尾组合 在上个月的奥尔良超级300赛夺冠 为大马赢得今年为止的首个世界雨联 世界巡回赛冠军 以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而在女蛋 大马继续由世界排名第三十的吴景卫上阵 她的对手就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五的Mia 吴景卫在双方全部三次交手中取胜 但两人的最后一次交手已是2016年 由于吴景卫在小组赛第二轮 击败了印度的全世界冠军辛杜 因此球迷还是期待她能再次创造奇迹 那男双大马派出的 自然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世界冠军 谢苏组合 两人在对了台湾时没有上阵 因此获得了一定的休息时间 他们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十一的 Astrup和Rasmussen 两个组合一共有七次交手 谢苏组合以四胜校尾领先 但是丹麦组合在双方近两次交手皆取胜 近一次是在去年的世界语连世界冠军赛总决赛的小组赛 然而谢苏组合也在本届迪曼被展现不熟的状态 他们在小组赛第二轮击败了印度的新客亚洲冠军 Shetty和Ranky Reddy 这一场女双拍上了陈康乐和Tina 丹麦则玩起了贬阵 世界排名第十七的麦肯和Borgia Alexandra和Borgia将肩像女双和混双 麦肯在去年游杯小组赛与大马世界排名第十的热地组合 展开唯一的一次交锋 那一次热地组合成功取胜 预计丹麦想要让23岁的Borgia取代Sara 是为了应对年轻组合陈康乐和Tina的冲击 准备可能展开的持久战 看到这里朋友你们认为 李子佳能否拿下龙王之手 为大马队拿下关键的一分吗 马来西亚队又能不能在苏迪曼杯中霸强拿下丹麦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的意见 如果我们下期影片免费按赞订阅分享 多多一球频道 这样就不会做出一些语团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